为什么有的人有福而有的人命苦呢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转运 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转运的秘密 看懂 2022年你会时来运转好运连连 您别不信 您先点赞收藏 我接着讲 其实这个秘密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 感恩的人有福 抱怨的人命苦 你会发现抱怨父母的人想不到父母的福 抱怨领导的人想不到领导的福 抱怨丈夫的人想不到丈夫的福 抱怨世间万物的人想不到世间万物的福 只有懂得感恩天地 感恩国家 感恩父母 感恩师父 感恩妻子 感恩孩子 你才能想到他们的福 你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人为什么一定要感恩呢 因为你心里有多少恩 命里就有多少福 心里有多少怨 命里就有多少苦 心里有恩的人 想别人的好 脸上聚光 嘴角微笑 微笑的脸就像金元宝 微笑的嘴口吐莲花 招财兜财 福则生好 心里有怨气的人 想的都是别人的坏 抱怨别人 指责别人 嫉妒人 憎恨人 脸上聚阴气 嘴角下撇 苦瓜下 倒霉 总是跟着你 行走在这个世界里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受人滴水之恩 一定要牢记在心 当以永泉相报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定是一个聪明的人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 更容易得到幸福和满足 你这辈子一定要记得 那些在黑暗中抱紧你的人 逗你笑的人 陪你彻夜长谈的人 卧床生病时给你倒水的人 长途跋涉 来看望你的人 一起陪你哭过的人 总以你为众 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 心里挂念你的人 这些人组成了你生命中 一点一滴的温暖 是这些温暖 使你远离阴霾 也是这些温暖 使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旅行 遇到谁 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我珍惜生命中 每一个可以让我 称之为朋友的人 感谢我今生相遇的 每一个人 祝您感恩节快乐 把这个视频转发给 您最想感恩的人吧 我是孙德义 关注我 为您分享更多感恩